今天的故事跟钱有关 而且是很多钱 十几个亿美金搁在那 你不看到视频最后 还真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口袋里 故事的前半部分呢 归结成三个字 吊金龟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壳上 镶满了钻石的超级大金龟说起吧 此人 J. Howard Marshall 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 此后无论是短暂的留校做学术 后来当律师 还是为政府工作到最后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他都没有离开过黑色黄金石油 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 构筑了自己庞大的石油帝国 几乎垄断了整个德州的石油生产和销售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老头已经是身家十几个亿美金的超级富豪 在私生活方面 老富豪曾经结过三次婚 第一任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以后离婚 离婚的时候老头还没发家 所以这个前妻基本上没有分到什么家产 第二任老婆跟他生活了30年 没有孩子 91年死于二兹海默症 1992年老头在87岁高龄 遇到了人生真爱 24岁的Anna Nico Smith 那个时候Anna Nico的名字还叫Vicky 是一个单亲妈妈 17岁的时候她结过一次婚 生了一个儿子 没过两年就跟那个酗酒打人的前夫离了婚 带着儿子来的休斯顿 靠在酒吧跳脱衣舞为生 老富豪尽管已经80多岁 他的口味却和年轻时没什么变化 他最爱大胸的金发女郎 而这个Vicky非常对他胃口 他之后还出钱给Vicky整容龙胸 一切以他心中永远的女神梦露为蓝本 在全身上下包装的差不多以后 Vicky却拒绝了老头的求婚 我要追求我的事业 我不要当你的金丝雀 我要自己有了实力以后 再回来嫁给你 然后他就追逐自己的事业去了 去花花公子杂志拍裸照 老头在他身上整容龙胸的投资 在这个时候显现出了巨大的回报 他以一组复刻马列莲梦露经典的照片 一举成名 被选为当年的玩伴女郎 并且把名字改成Anna Nico 话说花花公子的老色皮Hoffman 也是个有梦路情节的主 对各种各样山寨版复刻版都来者不拒 成名之后 忠贞的Anna Nico履行了当初自己的诺言 1994年他跟已经89岁高龄 比自己大了足足63岁的老富豪结婚 当然啊 另外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 他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献报 老头儿时日不多了 如果要争那十几亿的家产 最好赶紧下手 让老头儿明媒正确 还记得富豪的第一任老婆 跟他生了两个儿子吗 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 之后哪怕是亲爹发解了 也没怎么理会他俩 甚至连抚养费都必须要闹到法庭 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掏钱 大儿子是早就对亲爹冷了心 几十年不来往 也明说不稀罕他那臭钱 但是诚服很深的小儿子 就一直勉强地跟他保持表面上的父子关系 也是握心肠胆 等着老头蹬腿那一天 自己也算熬得个苦尽甘来呀 眼看着老头大把岁数了 居然还绽放个第二春 找了个二十来岁的后妈 这个儿子有些急了 这个女人的目的 明白着吗 一心都在遗产上 而事实呢 也的确如此 两人结婚仅十四个月后 大富豪老头去世 享年九十岁 他留下了十六亿美元的巨额遗产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 老头的小儿子Pierce Marshall 先下手为强 以医生名义将Anna Nico每天的探视时间 缩短到三十分钟以内 为的就是避免这个年轻的继母 给神志不清的老头灌迷婚汤 要说这个小儿子 当时也是快七十的人了 等了一辈子 怎能让别人摘了桃子呢 老头刚死不到十二个小时 Pierce通过律师向外界 宣读了他的遗书 在这份遗书里 老头把全部身材留给了小儿子 性感小寡妇和大儿子 一分钱都得不到 大儿子听了这个事 表现得很佛系 毕竟嘛 两人闹掰了这么多年 老头不给他留钱 也算说得过去 但是Anna Nico却不干了 青春年少架个棺材板 最后一分钱没捞到 这算起来 比老头的俩前妻还要亏 这种事情如果不服的话 那只有一条路 上法庭打官司呗 但是他很快发现一个 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些以增加产为主义的律师 不愿意接这个案子 人老头的遗嘱里 连您这小娇妻的名字 都没提一句 他没有一份书面文件 提过要留钱留物给你 唯一有的一个证据 就是在两个人的婚礼上 几个宾客 听到老头亲口对他保证说 如果我死了 我的钱有你一半 但是也有很多道场的亲友表示 根本就没听到过这句话 一边是口说无凭 另一边则是白纸黑字的遗嘱 有公证师见证签字 法律效应 这种官司换了谁都不愿意打 而且还有一点 不管这个官司是输是赢 老头的儿子都至少能分一半的财产吧 怎么着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亿万富豪 律师们为了这个胸大无脑的淘金女郎 得罪这位大财神也不值得 最后接这个案子的 是一个从法学院毕业不到四年的年轻律师 Howard Stern 他是所在律师术所里的一个无名小卒 把这个案子给他也说得过去 打赢了是赚 打输了也没事 就当练手了 反正这个职场新人对于公司来说 也不代表门面 Stern在法庭上打出的是真爱派 他拿出了一份医生证明 证明当年老头第一次去脱衣武俱乐部娱乐的时候 早就被医生判了死刑 当时休士顿最权威的专家断言 他只有几个月可活 结果呢 人家活了整整四年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如果不是Anna Nico的真爱 这老头肯定活不了这么久 就为这个 你们好意思不给人家分钱 但是老头儿子的律师表示 在他们14个月的婚姻中 两人从来没有住在一起 也没有睡在一张床上 双方都承认 没有过一次 甚至Anna Nico跟老头接吻的次数 不到十次 要说是真爱的话 他跟老头的钱是真爱差不多 最后法庭裁决 老头的遗产归属 以遗嘱为主 只有二儿子才能拿到钱 对判决不服的Anna Nico继续上诉 但是再次被驳回 没有拿到一分钱的他 只好用自己头上那个花花公子 玩伴女郎的头衔走穴赚钱 而这条路上他却非常受欢迎 人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山寨梦路 就像很多的山寨产品一样 可能跟原版的质量天差地别 可能怎么看怎么都摆脱不了 那种浓浓的low味 但是剩在廉价呀 普通屌丝都消费得起 其实Anna Nico跟很多美国大妞差不多 年轻的时候算得上是美艳 但是过了最好的那几年 就非常容易发福 稍不注意就跟吹气球一样的发起来 这本身没什么 你控制饮食增强锻炼 还是可以保持身材的 可是他却开始持续服用不同的减肥药 来控制自己的食欲 后来干脆就吸上了毒 加上他本来就有轻度的癫痫和哮喘 据他的助理说 他基本上每天一睁眼 就必须大把大把吃药 才能够起床工作 在药物的作用下 他在镜头前也变得越来越癫狂 在2004年全美音乐颁奖典礼上 他语无伦 刺两眼无神 看上去就像是瘾君子来劲的样子 他在不同的访谈里也就会干一个事 漏肉 漏肉 还是漏肉 就这样一番折腾 他弄掉了自己很多工作安排 还把自己的真人秀也弄得半路腰斩 体型跟吹气球一样起来了 再吃多少减肥药都消不下去 而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漫长的遗产马拉松官司也起起伏伏 2000年 洛杉矶受理破产案的法庭判决 他能够得到4400万的财产 但是随后被上诉推翻 2002年 加州的破产法庭再次给了他8000万的判决 但是又被上诉推翻 这些年的官司马拉松里 他欠下了超过100万美元的上庭费用 还不包括他的律师费 当然了 律师费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个事了 因为在一系列的打官司过程中 Anna Nico和自己的律师从工作上发展到了床上 律师Stern成了他的男朋友 所以费用当然就好商量了 戏剧性的是 在2006年 老头的儿子先熬不住死了 他死于一场非常突然的感染 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于是他的老婆继承了他全部的财产 和这场还没打完的官司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啊 官司还没打完 钱还没到手 人没了 大概也是从这个老对头身上看到了 人生的无常 Anna Nico立下了遗嘱 说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儿子Daniel Smith 并且委托自己的律师兼男友Stern进行监管 第二年Anna Nico生下了一个女儿 出生证上父亲一栏 写的是律师Stern的名字 仅仅就在Anna Nico生下女儿三天以后 他的儿子Daniel死于药物过量年仅二十岁 法医从他体内验出了Methadone Zoloft和Lexapro三种处方药 药瓶上写的是Anna Nico的名字 警方怀疑他是在母亲住院生孩子期间偷了他的药来吃 结果不小心吃过了量 不过他的死却依然疑点重重 就连警察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 死者没有药物滥用室 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没有包括抑郁症在内的任何心理疾病 是个身体健康的二十岁年轻人 从现场上看 他死得非常突然 警察发现是他的尸体还坐在椅子上 但是他的体内药物并不足以引起他的心脏骤停 可是现场又非常干净 看不出任何外人介入的痕迹 在经过了两周的调查之后 警察以非自然死亡 死因可疑为结论 发还了他的尸体 而此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案 刚刚得到了小女儿 但是马上就经历了一场丧子之痛 安娜妮可的精神被这一洗一杯彻底击垮 他在仅仅五个月以后就追随儿子而去 死因和儿子一样是药物过量 警方随后传唤了他的私人医生 贴身助理和他的律师Stern 在尸检报告中 法医在他的体内发现了11种处方药物 这些药物配合在一起相互作用 最后毒死了这个艳星 而他死时年仅39岁 更加可疑的是 这11种药物中的8种 并不是医生开给安娜妮可的 而是在他的男友律师Stern 但是这个大律师发挥了自己口吐莲花的能力 安娜妮可有漫长的吸毒史 很多成瘾性的药物不能直接开给他 只好换个方式开我头上 这是属于处方造假没错 但是他绝对没有下毒沙滩 安娜妮可是在巴哈马死的 美国警方直到他死后一周才拿到调查许可 这个时候他的尸体已经在炎热的状态下腐烂 法医无法断定他服药的时间 也无法确认他体内各种药物的浓度 更无法指明到底是哪种药物最后导致他死亡 最终他的死和他的儿子殊途同归 都是非自然死亡 死因可疑 直到一个月以后 安娜妮可才被下葬在儿子身边 但是在入图以前 他的律师男友要求提取他的DNA 原因还是为了遗产 由于他之前的遗嘱 将他所有的遗产要留给儿子Daniel 但是他儿子已死 所以他只有五个月大的女儿成为了他遗产的第一顺位 他本人的钱是不多 但是那个老头的遗产官司到现在还没打完 如果他胜诉的话 这个小婴儿马上会有上亿的身家 简直就是个金宝贝 但是问题来了 谁是他爹呢 律师斯特显得信心满满 当然是我 出生正常的父亲就是我 我也是安娜妮可的固定男友 这个娃当然是我的 可是到底怎样才能确认 律师是不是孩子的爹呢 美国各个州的法律略有不同 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得看血缘 而不是出生证 这个案子跟别的不同 这律师可真的是太想当这女孩的爹了 可是这次他却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信心满满的验DNA却发现 那个小女孩啊 真的不是他的咒 这事一爆出来 马上又有人想跳出来当爸爸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有三个男人都跳出来说 是安娜妮可女儿的爹地 包括他的保镖 摄影师炮友 还有一个快七十的老头 最离谱的是 那个老头其实是另外一个待机时间操场的老牌女性 Garra Garber的老公 她也不管自家老太太还没厌气呢 在这个关头跳出来承认自己跟安娜妮可有长达十年的婚外情 这老头啊也是个有妇之夫了 但是却主动承认自己有婚外情 说安娜的女儿很可能是他的私生女 最后和小女孩的DNA99.9%相符的 是摄影师Larry 他其实就是安娜妮可的一个影子炮友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 安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的男友或者炮友身份 他在怀孕以后单方面把这人给飞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这个Larry要掏钱买报纸才能知道他的消息 2007年4月10日 Larry高高兴兴地抱着孩子走出了巴哈马法院的大门 凭他那颗过五官斩六将强悍无比的精子 终于让他得到了抚养权 而这事还没完 2011年6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于把那个漫长的马拉松遗产案给打到了头 在这个长达14年的诉讼中 原告和被告都已经过世 最后法庭判决 老头小儿子的怡霜和Anna Nico的小女儿平分石油大王的遗产 老头的遗产最终落到了这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旁信人手中 因为经营问题和新能源对于传统石油行业的冲击 其实这笔遗产相比最开始有了大幅度的缩水 从一开始的16亿美元 到后来最后两个人一人得到了4亿6千万美元 但是也足以让这个小姑娘成为了最年轻的女性富豪之一 而她爹也是平白得了这么一个家财万贯的漂亮女儿 成了人生大赢家 在这个案子里一直有一个传言 Anna Nico和他的儿子Daniel 都是被那个律师男友连同她的私人医生毒死的 当时富豪老头的儿子已死 最高法院很有可能会决定平分他的巨额遗产 Anna和他的儿子已死 所有的财产都会落到这个墙堡中的婴儿头上 那么这个孩子监护人就变相地得到了这些钱的支配权 但是这个律师机关算尽 就是没算到这孩子不是他的 所以最后也就落得了一个给他人做嫁衣的结局 感谢收看MR档案 我们下期再见